基础使用 长按云台电源按键数秒,听到低一声后,表示RuinSC已正确启动。 长按模式切换按键,此时模式灯绿灯闪烁。 相机朝向将被锁定。 双机模式切换按键,云台迅速回中。 三机模式切换按键,云台进入自拍模式。 短按M按键,可在三套不同的配置参数中进行切换。 在紧急切换拍摄场景时,可大大提高拍摄效率。 自动校准,同时长按模式切换按键和M按键4秒,可进入自动校准。 或在Ruin App中,点击电机参数,自动校准。 即可开启云台自动校准功能。 在更换了相机或镜头后,请务必进行自动校准,以便云台根据负载重新调整电机力度值。 系统校准,打开Ruin App,点击系统状态。 在设置列表中,点击系统校准,点击开始校准。 云台将进行系统校准。 当云台在禁止状态下飘移时,可使用该功能消除云台飘移。 摇杆校准,连续4G模式切换按键。 第4G按住不放。 此时,指示灯依次闪烁。 转动摇杆数圈后,重复启动校准操作可结束校准,或20秒后自动结束校准。 若指示灯绿灯闪烁表明校准成功,红灯闪烁表明校准失败。 请重新校准。 当在Ruin App的通道中,出现某个轴的感量不在中心时,可使用该功能校准摇杆。 运动模式。 长按M按键,进入运动模式。 此时,模式指示灯变为黄色。 该模式可用于高速的镜头跟随。 长按M按键,进入运动模式。 双击模式切换按键。 松开所有按键,即可进入运动模式锁定。 重复上述操作,退出运动模式锁定。 手电筒模式。 长按模式切换按键后, 水平握持Ruin SC,进入手电筒模式。 倒立模式。 如需快速进入倒立模式。 仅需长按模式切换按键,并倒置云台即可。 您也可以单击云台电源按键,以暂停电机。 然后倒置云台。 翻转云台横滚轴,使相机处于正立状态。 再次单击电源按键。 开启电机,即可开始拍摄。 感谢您的观看。 词曲与点击电机,即可的支持按键。 3事词。 感谢您的观看。